农民的收成要看天气 那么今年没有太多的台风侵袭 所以预料这个蜜枣将会大丰收 但大丰收之后通常伴随的就是大叠价 农民固然要看天吃饭 但要学习供需平衡 那么高兴区农改会呢 今天就举办了个观摩会 邀请了高平地区的农民 一方面教他们种植新观念 一方面也教他们如何提前预防产量过剩 上课观摩的地点 特别挑在蜜枣瓶建长盛军的果园 来自高平地区上百位农民 专长全市种蜜枣 有机会来到平日不开放的冠军果园里 自然得把握机会 好好瞧瞧 来学习当然看到人家做 老人家这真的有哪儿不简单 可能是管理方面人 有哪儿掌握得真好 不错它整理得很干净 整理得很干净 跟我们的有点差别 我们想学这一点 就是主要是看他们的苏果 看人家得第一名的苏果 它的那个密度是多 大概在哪里这样子 从果树如何照顾到果园如何维护 都被有心人给看尽眼里 高崇区农改厂带着果农开棺模会 也在特地搭起的帐篷萨开班授课 提高品质和避免供需失衡 需要多管齐下 你能分散你的三级嘛 所以现在已经有些农业开始用这个 譬如说有酒店那个方式来提早他的三级 另外就是说我谈到强调 就是说你一定要适当的这个所谷 你不要说我留得很多的 这个品质都不好 到外面的价格放下来 这对这个农业都是真正的现象就对 所以适当的所谷 你一定要不要留那些 但是你留出来都是很好的品质 预期在没有重大台风侵袭影响 今年的蜜藻收成看好 农改厂授客找策略 提前减少产销失衡危机 港区商务员王绍宇采访报导